大家好,我是梁滇文 我這次獲得了 National Geographic Society 國家地理學會的獎項 全球有15位科學家或教學工作者被頒獎 這個獎項叫做Emergent Explorer 新銳探索者 新銳探索者是一個榮譽 代表正式被國家地理學會認定你是這個地區 或者是他們的探索者之一 獲獎後,你就可以獲得國家地理學會的儀器 或者是研究上的幫助 可以獲得一些研究上的訓練 以及令你的研究做得更加順利 包括環境教育的活動 我是15位獲獎者之一 我是唯一一個來自亞洲的科學家得獎者 我身邊的朋友是研究什麼呢? 是有美國國家太空總署 拉薩的科學家 他們是研究外太空的天文科學的 還有一些是其他地區的科學家 他們是研究心海的科學的 我這次獲獎我是受寵若驚 因為沒想到自己在澳門這個城市 或者在亞洲所做的研究 我會被世界所看到、所認同 當我獲獎之後 我有問國家地理學會 我是不是第一個澳門人榮獲這個樹榮 他們正式確定是的 我也很榮幸可以成為第一位澳門人 希望未來會有更多澳門人 可以加入這個探索者的學歷 美國國家地理學會 例如National Geographic Society 其實是一個非貿易的組織 他們是希望人類可以探索到 人民、自然地理 甚至乎是一些歷史的活動 他們會支持相關的活動 去做一個教育和科學研究的推廣 今次來說 我是不是最年輕的獲獎者 我是需要確定的 但我可以看到的是 那15位入選的獲獎者 除了我之外 還有另一位 目前正在進行博士班的研究 我們兩位 應該是最年輕的獲獎者科學家之一 一開始研究昆蟲科學 這條路會不會很難 一開始研究昆蟲科學 這條路在澳門做研究 其實是很好的 是一個很好的地方 因為其實澳門 它生物多養性最高的一個類群 其實就是昆蟲 所以我們可以在澳門 找到很多生物進行研究 研究昆蟲之後 我完成了一個分類學的碩士學位 專門研究螞蟻 研究物種的分類 到我現在研究動物的生理學 如何利用了解 每一個物種不同的耐熱程度 去了解都市的熱島效應 以及全球氣候變遷 對動物的影響 然後再將我的研究結果 用於野生動物保育 生物多養性保育政策上 其實我是藉由研究分類學 去到慢慢的生理學 到整體來說的生物科學 我都離開了我的舒適圈 就不斷地去學習不同的知識 所以海無崖是真的 都會學習到更多不同的領域 一步一步地突破自己 我非常感謝澳門政府 以及相關的單位 給予我研究支持 還有感謝身邊的朋友 還有導師和家人 在我一直研究旅途上支持我 我才可以成為被世界認同的 國家地理學會的探險家之人 拿這個獎 其實我覺得我自己是很幸運的 因為我由中學開始 我就可以得到一個機會 去澳門科學院進行一個 叫做志願工作者的一個機會 我在這裡學到很充實的科部知識 為什麼我要提倡就是要學科部知識 原因是因為我們要對整個科學 不同學科有一個很具體的了解的時候 我們才可以慢慢拓展出去 如果我們沒有一個科部知識 去做為一個澳門學生的基底的時候 我們沒有辦法去拓展我們以上的能力 特別是培養我們對科學的興趣和熱誠 我很鼓勵澳門的年輕人 要多了解不同領域的科學 物理、數學、化學、生物、醫學 他們都要綿綿俱全在這個階段 我當時就很榮幸地去做了澳門科學院的資源工作者 吸收了很多相關方面的知識 具備了這方面的科部知識的時候 我就可以在我日後的研究路途那裡 有更加多的靈感和想像創造去做研究 拿了這個獎的時候 我會發現到 其實你做的科學的成果是被認同的 我做的科學是什麼呢? 人類身邊的科學 人類身邊的科學就是 就是在我們城市的科學 城市的生物多樣性 怎樣去保護到這個城市的生物 怎樣去利用自己的對生物的了解 去維持生物多樣性 令到這個城市可持續發展 其實就是一個身邊的科學 真的很建議澳門的青年朋友 有志成為科學家的朋友 其中可以考慮的就是研究身邊的科學 因為大家去想想牛頓 牛頓也是身邊的科學 而想到萬有引力 因為它被一個蘋果摘傷 所以任何身邊的東西 只要我們花精力去研究它 去了解它們的自然批律的時候 我相信只要突破到這個東西 我們都可以成為一個 備受認同的科學家 我目前做的研究 我就是研究 怎樣可以平衡生物多樣性 和城市發展 所以我是特別針對 城市的六塊面積 去做一個評估 這些六塊面積 去怎樣平衡到氣候暖化 和城市人產生出來的肺炎 譬如你開車 或者開冷氣產生出來的肺炎 對生物的影響 有哪些生物是可以適存到 在這些環境 而有哪些生物不可以的 而如果我們找到一些不可以 生活到這些嚴苛環境的生物 我們怎樣可以透過一個 工程科學 或者是一些 生物多樣性的應用層面 去設計一些它們適合居住的微環境 去保育到這些物種 是實踐這個 保育生物學的一個應用 我目前是進行相關的研究 而研究成果都會即將發表 第一點就是 我個人的經驗就是 千萬不要放棄 即使進到幾回晚都好 都會 身為一個科學家 都要有毅力去堅持自己的研究 慢慢一步一步去 履行自己的研究進度 或者要適時改變一下自己研究的一個角度 即是你想研究一個問題 不一定只有一個路徑 而科學就可以跟你說到這一點 我們可以由不同的一個實驗 或者是用不同的方法去檢驗一下自己的假說 這個是要不斷努力 不要放棄 另外就是要多謝身邊的朋友 家人 導師 去幫助你 因為 其實他們這段期間 你身邊的人一直都在幫助你 所以 很希望 你會跟他們說一聲多謝 還有就是 他們都會諒解你這個環境 因為你其實都是為了 貢獻科學 貢獻社會 去學習更加多的知識 所以很希望他們都會諒解你 這兩點是可以面臨一下 現在受到疫情影響的學生的 你是得很棒的 E après 放棄 不是 有一個 Angeles 地區 是 是 黃蝶 滅